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在8到9月份录制 相比于之前第二季 第三季的录制时间要早了许多 也许今年芒果音宗都比去年录制时间要早 去年浪解3结束在8月 今年乘风2023结束在7月中旬 去年皮歌2播出在8月 今年皮歌3将无缝衔接浪解 7月底就可以看到出舞台 所以整体录制时间都提前了 时光音乐会3筹备也开始了 开始招商海报曝光的是2023年第三季度见 第三季度在7到9月 所以大概率开播时间在9月 同时也曝光了你腰的五位歌手和部分飞行歌手 五位歌手是 一位星马歌手华语音乐代表 王兴玲 吴清风 许松 美伊丽雅 星马神秘大咖应该是最值得期待的 从标签来看 林俊杰可能性非常高 但林俊杰也在世界巡回演唱会进行中 不知道是否有较长的时间参与录制 从林俊杰这几年的发展来看 她作为常驻歌手参加音宗的概率极小 并且这一版阵容李王兴玲要开演唱会 美伊丽雅是日本人 要是每一期都演唱别的歌手代表作 要练习不少于她而言的外语 并且她自己的一期节目 可能又都是日语歌曲 显然她常驻不够现实 所以网络又曝光了节目你要的第二批歌手 一共有七位歌手 其中张杰周深是第一季 第二季的两位常驻歌手 张杰演唱会但卖网显示到8月中旬 后面还没有排期 所以有时间参加音宗节目录制 周深在第二季节目中 她天类的声音和自带综艺感的造梗抛梗能力 为节目揽获不少收视率 如果能被邀请回归第三季 那么第三季收视率就算有保障了 但周深后半年的节目也很多 除了蓝台的节目 还有额场的舞台2023导师后期也会更新这档选秀音宗 所以也不一定有时间长驻 黄丽玲 余文文是《乘风》里面的姐姐 这两位非常适合时光音乐会这档节目的风格 黄丽玲得了金曲歌后 又在《乘风》节目得到了更多曝光 人气明显提升几个档次 余文文也是第三季浪解人气前五的姐姐 观众不少 歌人又很有音乐才华 和这档节目很契合 毛补一刚参加完句好听的歌 这档节目是没掀起太多热度 可能节目制作的太过冗长 并且喧发不多 所以有点糊 录制时光音乐会三应该是有时间的 剩下两位 徐佳莹 许松 都有自己经典的音乐代表作 尤其是许松 当年差点要超越周天王的男歌手 音乐风格和周杰伦有点相似 但不完全相同 他的到来 势必会让一批情怀粉丝回归 歌手们组成时光家族 会举办12期不同主题的音乐会 并且还会邀请自己的好友 作为飞行歌手来到现场一起录制 所以时光音乐会可能即将开启合唱舞台 最终 你们是期待哪一版阵容歌手来到节目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